这条靓女真的好嗨的凄惨 退去衣服后还拍下了照片 被折磨得简直生不如死的 而更让她绝望的是 嗨老还拿出 靓女家人惨死的照片 看到照片后的她开始拼命挣扎 心里痛苦地不停在滴着泪雨血 但靓女越是痛苦 嗨老们就越兴奋 而不远处 雕仔静静看着眼前一幕 别看她长得人模狗样的 雕仔才是这些人当中 最凶残的一个 只见她身穿雨衣 还拿了祖传的锤子 下一秒就闪现到靓女的身旁 先是弄了点含笑半步颠给她搞上 靓女西施的精神开始有点迷离 雕仔见此情绪某有钉点起伏 她用手摸着西施靓丽的脸庞 雕仔终于露出了一丝诡异的微笑 这就是她要放大绝招的前奏 只见雕仔拿着牛金线穿过气脖子 西施绝望做出了最后的反抗 很明显根本就没有什么卵用 下一秒雕仔用尽了洪荒之力 搁置一声之后番茄汁喷射而出 但雕仔的表情依旧平静得非常可怕 因为她已经用同样的方法 已经杀死过好几十条靓女了 并且西施的家人在一个小时前惨遭灭口 场面真的好嗨得残忍 就连一个未满十岁的孩子也没放过 从夜三十年的警员 嗨仔看到眼前的场景 肺都被气炸的好几个呢 她发誓一定要将凶手绳之于法 万万没有想到嗨仔这样的举动 导致她的好机友与家人惨死接头 而嗨仔由于命大侥幸活了下来 而嗨仔一伙人的杀戮还在继续 越来越多的靓女遭受折磨致死 整个韩国的市民都心筋筋肉跳跳的 虽然警方知道这些都是嗨仔做的 但却根本没有丁点的办法 上一任办此案的警员 由于承受不住压力自了杀 但为了尽快将凶手绳之于法 警长将正在度蜜月的伟哥喊了回来 伟哥的办案方式常常不按套路出牌 为了找到真相经常不择手段 他经过三天四夜对案件的重新推理 终于在一个受害人体内找到了 貂仔的DNA 在铁证之下 于是伟哥带领了大队人马 准备逮捕貂仔 而貂仔也正在细心会神看着爱情小说 就在伟哥拿出手铐准备逮捕他之时 钟情局的大山突然闪现出来 因为貂仔手上有美国人需要的情报 这条靓仔真的非常凶残 他专门以残杀虐待少女为乐 天使的外表掩藏着极度扭曲的心灵 随着受害的少女越来越多 搞得附近的居民人心惶惶的 不久后伟哥找到证据将貂仔逮捕归案 为了可以落实他的所有罪行 伟哥调出事发时所有的监控数据 他们经过三天四夜加班加点 终于找到了可以让貂仔老底坐穿的证据 但在警局里貂仔却一点也不慌 因为在这里没有人可以治他的罪 果然意外很快就发生了 一条全身赤裸的靓仔出现在大街上 很快就被一大群西装革履的男人掳走 原来这条靓仔就是钟情局找来的替罪羊 就算大家都知道人都是貂仔杀的 可警长还是将所有的罪安排到替罪羊身上 直接让伟哥最近的努力付诸东流 当他晚上下班回到家中发现了异常 伟哥拿起打狗棒走到了客厅 一个男人往桌子上扔下一大碟照片 上面全部都是被貂仔残害的少女 伟哥仔细看过去才发现 眼前的男人正是死里逃生的嗨仔 回过神的伟哥急急腿赶回警局 钟情局的人正准备将貂仔带回家中 貂仔看到伟哥的到来露出招牌的笑容 火大火大的伟哥再也无法控制住情绪 将貂仔狠狠修理了一顿 下一秒冲出来好多的记者一顿乱拍 很快警察打人事件就冲上了热搜 而伟哥也被借此机会放了长假 他的肺都被气炸成了两半 而被保释出来的貂仔则住在酒店里 这是一个女特工送奶茶给他喝 貂仔又再次按捺不住心中的授意 对女特工打起了主意 等大山得知消息赶过来时 女特工早已被折磨得奄奄一息 一旁丧心病狂的貂仔笑得有鼻不见眼的 气愤的大山一个大脚板将他踹到地上 对着貂仔就一顿拳脚打踢 但有美国人坐靠山的他根本不慌 大山想踩烂他的脑袋却被手下拦住 为了防止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 貂仔的手手脚脚都被靠了起来 在家的伟哥突然收到新的线索 急急腿就闪现到了警察局 前不久貂仔才捏杀了两条亮眼 还特意录下视频用来欣赏 警队百十号人经过没日没夜的查找 终于找到了貂仔杀人的录像带 就在中情局的人正要将貂仔交给美国人之时 伟哥也带着大队人马及时赶到 这次他不但带来了逮捕令 当场就播放了貂仔杀人经过的视频 场面的尺度让所有人都压麻呆着了 就连美国人看到心都凉了一大截 这次伟哥不但亲自给貂仔戴上了手铐 还用过激的语言不断嘲讽他 被爆出生理缺陷的貂仔开启暴露 却被伟哥一个帅气的过肩摔放倒在地 最终貂仔再次被成功逮捕了回去 这条人面受心的靓仔是个变态杀人犯 他亲手残杀害了好几十条无辜少女 却某有钉点的悔改之意 很快警方找到貂仔却凿杀人的证据 很顺手就将他逮捕了回去 本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了 次日好多好多的警员围住了警局 就是为了阻止伟哥再继续深入调查 原来这居然是局长下的命令 无奈之下 伟哥想自己带着貂仔直接去法院 半路上他却接到了法官的电话 表示自己不敢继续审理此案 心情郁闷的伟哥将车停在了桥上 而貂仔则坐在车上吹着口哨 突然有人敲响了玻璃窗户 原来是中情局的大山找了过来 他说貂仔的父亲已经落马被关押 而貂仔手中有美国人想要的重要文件 既然现在美国人想要貂仔 那我们就送给他们吧 这样让貂仔以后也只能祸害美国人 伟哥看了看正在交际等待的美国人 最终还是交出了手铐的钥匙 但当貂仔的手铐被打开来之后 他直接抢到了美国人手里的枪 下一秒悲剧就发生了 随后貂仔被美国人带走了 大山心中充满了悔恨 他一个大脚板踩下油门准备送貂仔去往西北 却被另一个人开车提前撞了上去 黑仔大大力敲烂了车窗玻璃 然后将貂仔从车里拽了出来 一拳又一拳打在他的脸上 紧接着拉着貂仔衣服脱形着 而这一次大山则在旁默默看着病未阻止 很快貂仔被押送到了一艘快艇上 这些人都是负责运送他回国的 貂仔拿出死者的照片看了又看 总算得到了一些心理的慰藉 可下一秒貂仔再次身穿光鲜走了出来 手里拿着枪脸上露出招牌的笑 对着黑仔就直接扣动了扳机 他喵的貂仔又再次逃过了一劫 原来是他的父亲回到了政坛高位 而大山得知貂仔又再次作恶 提着枪就找到了他的老巢 最终利用私刑将貂仔一枪击毙 看视频一定要记得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